嗨,从来没试过挖矿这么大没大 两天挖矿,就要挖四个钻石,气死了 很多小伙伴都说我新做小梅子 把军训基地占了,表示非常的伤心 其实啦,小伙伴们,你们不用伤心 因为呢,从今天开始 我的第一个宫殿计划正式启动 从来告诉你们,这所宫殿将会达到一个月 想想就知道有多失华啦 不过,宫殿要建好大 前面的山就很暗眼,得想办法破山 诶,对啦,我可以邀请小伙伴进来一起挖山 可,可是如今我极限地图的模样 压根不想分享到地图工法 所以也不能连机 做方法不行,再想想办法吧 有啦,最近也看过小梅子看过宫殿的大法床 嘿嘿,要是我也能做一步出来 不也可以轰炸山底吗 诶,小伙伴,你傻啊,你家极限生存 哪里有这么多触发器材料啊 哦,对,极限生存做不了触发器的 而且导弹车的材料超级难收集 哼,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这高山真的要我一手一手卤啊 目测有三十层高 很重也有二十层十五 简单算了算 卤完这座山起码要万五天 还是不眠不夜的连续五天干活 小光姐姐,傻啊 为啥不用炸药头炸啊 这个嘛,我有试过 你看,炸药桶只能炸表面村 加上放炸药桶的时间 需要大量的时间 还不如我自己用手卤块 小光姐姐,为什么不用火箭头不炸啊 火箭头 嘿,这个可以哦 小伙伴真聪明啊 做火箭头需要的材料有 一颗钻石,一颗金盘环,两颗点 最近真的挺缺材料 小表面有准备期末考试 钻石也不会来玩 那环金马桶先拆来用一些 嘿,一下子就收获不少的金子 那错了什么 姐姐不会用去挖框了吧 不了不了 最近挖框可倒霉了 因为天气变了 水上乐园钻石也不会开发 先借用钻石库宝的钻石环金把撞 好,姐姐不要拆不要拆 你快冲二号,走不拆架 不怕不怕 小伙伴,这个后面我都会博回去的 借用借用嘛 慢点 吃 5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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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